一个故事一部童话,欢迎回到童话故事会,国家亲王,匹夫有责。 当国家受到威胁时,不少臣民都站了出来,其中就包括强壮的少年强子。 当别人的父母为子女戴上寓意平安的帽子时,强子站在人群中显得格格不入。 是啊,他的父母在战争中失去了性命。 可随即,奶奶踩着楼梯,把一顶红色的帽子戴在了强子头上。 强子选中了大龙,他要杀掉大龙,成为英雄。 他背着剑来到了高高的山顶上,他扔掉了帽子,做好了南征北战的准备。 可突然他听到了一阵熟悉的声音,原来是奶奶跟了过来。 奶奶把帽子重新戴在强子头上,让强子背着他继续前行。 终于,他们遇到了行程中的第一个敌人,这是一只体型硕大的狗熊。 强子兴奋地想要立即把狗熊杀掉,可奶奶却制止了他。 随后,奶奶用一块饼干就让狗熊乖乖地让了路。 后来的路上,不管是数量庞大山蜀军队,还是凶酷的大鳄鱼, 奶奶总是用自己的办法让他们乖乖地让了路。 强子只好手痒地砍西瓜丸,而奶奶则继续熬追她的爱心羹汤。 一路上,奶奶用自己的方式和平地和敌人相处, 让他们心服口服地服从自己。 可强子却始终心里不满意奶奶的做法。 他想做的英雄绝对不是这样转瘦无能的人, 可当他们终于快抵达龙旋时,奶奶依然试图用饼干来收买龙心。 终于,强子在一个阴郁的夜晚爆发了, 他砍伤了周围的鼠群,以时间血流成河。 强子一鼓作气,独自善可龙旋。 他的确英勇无敌,可就在他即将杀掉大龙时, 大龙的一个举动让他停住了几栋。 大龙在将死之际,还在尽全力安抚自己的孩子。 强子沉默了,他想起了自己因战争而死去的父母, 他终于明白了奶奶为何如此热爱和平。 强子飞奔回去,站在奶奶身边, 告诉他用和平的力量驯服了大龙。 他和奶奶感动得紧紧拥抱在一起, 他也再次戴上了那顶曾经嫌弃的帽子。 后来,当他再次遇到兔子怪物时, 他也学会了给兔子准备一根巨大的胡萝卜。 是啊,没有什么比驯服再有成就感了, 这种感觉比打打杀杀好太多了。 好了,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, 喜欢童话故事的朋友关注留言并加转发哦。